市府从升格直辖市后 开始积极对桃园火车站周遭的环境来进行整顿 从车站中心出发 依序拆除占用道路的地下道 车站圆环交通疏散 增设巷弄人行道延伸到三名路桥水道工程等 这次联合了七个局处单位共同执行 今天进行改善检视 并且公开后续的改善规划 并说明会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改善计划 讨厌车站一直是人潮与车潮来往密集的地方 对于交通的动线以及周遭环境也格外引人注意 升格直辖市后市府开始积极的针对环境 以及交通开始拟定的改善计划 在与各单位讨论后陆续的执行改善工程 市政府推出了交通为整形计划 主要针对重要的节点 我们希望让行人好走 停车空间增加 并且让设施更好用 整顿计划从104年开始 从车站出发 把周围计程车排班位置 以及公车的路线做调整 中正路地下道拆除来拓宽整个道路 巷弄内增设人行道来增加安全 后续也会把旧车站的闲置空间 改为自行车停放区 延伸至山明路桥下的空间 现在也规划成停车阁 火化桥下的空间 那我们希望桃圆火车站 现在能够让市民觉得更方便 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 三明路桥 民主路桥 包括桃圆路桥 三个都会不见 那临森地下道也会消失 将来这个铁路会变成是25米的绿狼 我想未来整个车站的风貌会不一样 后续除了会加强美化周遭的环境 以及下水道的枕之外 也会持续扩大范围到其他区域 也会将桃圆彻底的改造 成为更便利的生活都市 桃圆有线新闻 林瑞峰 桃圆采文报道